梁翁廷難忘多個角色所面對之缺失與遺憾 由 講亞洲電影節及白魯會電影中心聯合呈現 亞洲電影節HALF 2024 10月17日於Elements原方舉行開幕典禮出席假 包括香港亞洲電影節總監胡子晴女士 百魯會 線及安樂影片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劉少文女士 21屆香港亞洲電影節大使梁翁廷開幕電影破地 團隊王子華、惠斯雅、朱柏康新兼電影節大使的 翁廷、導演陳茂賢及監製邵劍秋以及另一部開 電影記了一整個春天團隊邱彦筒、陳書欣、張月 柏天南、胡培慧、導演葉玉瑩及監製陳果 香港亞電影節踏入第21年 今屆主題為集結每個新影城 21度光影 繼續立足本土 同時遊歷亞洲各地 第21屆香港亞洲電影節大使梁翁廷、Rachel 一直與俠淵源 新《奇斬路頭角》之作品《藍天白雲》為該年度俠開幕 影及後幾度令人難忘的演出包括《沿路山歌坡》 火蘭山、流水落花以及其勇奪香港電影金像獎 《街女配角之作》《百日之下》 君曾經遺憾選片 以今年Rachel 大使身份回歸俠 無獨有偶本屆開幕電影《破地獄》 不少得他的身影 捉見俠以及他的緣分得已延續Rachel 開幕典禮上分享到本屆多部電影節之選片當 拍下不同人物在人生經歷上面對的種種缺失 遺憾他相信當中角色的成長能夠觸動觀眾心 令他印象特別難忘 而每年最受觸目的開幕及 幕電影方面 當中不少得令人為之期待的香港 作包括本屆俠打響頭炮的其中兩部香港電影 道 陳茂賢親自則不知新作破地獄利用生死去探 活著的意義 創作一部關於罕見香港殯葬業題 《的故事》電影為王子華 許冠文帶來相隔三十二年後載 合作的機會 而女主角為斯瓦更於開拍前九個 特訓傳統破地獄儀式 置於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獎作寄了一整個春天 由新進導演葉玉營二年 女性視點規探青春風景的另一面 並由角律成員Marth Yew 統首次擔綱演出 聯同陳書欣 張悅軒等新生代 原《直少女售賣二手內褲的故事》 《美美道來青春》 其的情慾流動和身份認同 兩部開幕電影的團 昨晚參與開幕典禮過後 君儀斯戲院作影後分 破地獄導演陳茂賢被觀眾看見 作為創作者的 《痛》 否白電影創作過程 無形中遇合了自己的傷 《我寫完劇本之後》 未能夠疏理好傷痛情緒 即使 攝資後都未 經歷九個月時間剪接 剪了四十八 版本 過程中漸漸發現自己 開始放低心入面的 《坐》 男主角王子華分享電影的獨特 題材令他感 甚深 死亡這個命題是無法避免 每個人都終須 力 所以我相信不同人都會受到不同的啟發 由 如何面對和影響人生在世時後的每一個決定 常有觀眾分享從女主角為斯瓦的角色中看見 幾的影子 斯瓦聽不後一度耿熱分享 遇到這個 適是求之不得 尤其破地獄儀式是好代表香港 從見識過這個文化開始 已經覺得是一件好例 的事 好榮幸自己能夠有機會去探討和參與期 至於梁翁婷子 有關殯儀 生死 破地獄在價值觀 經常被視為禁忌 但是我覺得透過電影世界系 得去討論 可以從作品中感受到文字和影像的 量 從而療癒人心 至於另一部閉幕電影記了一 個春天劇組在一片如月的氣氛下分享搭這首 觀眾支持 導演葉玉瑩感受到觀眾的欣賞 坦然 下心頭大石 電影意識上頗大膽 多謝演員相信 電視 包括Marf願意配合劇情所需除下底褲 如果他 顧慮 可能已經未能啟動這個作品 而監製陳果 蕭妍 這部電影是另類的人民關懷 因為他絕對 沉重 看完還幾開心下 其實這個社會不是那麼黑 假 賣下底褲賺下錢詐啊 至於出席的幾位演員 在電影與自己的微妙關係 首度參與電影拍攝 邱彦筒指 這部電影選擇賣底褲有少少我讀書時 影子 我都貪玩會做踩界的事 整股老師之類人 輕狂往少年罵 而戲中的親密鏡頭 多得對手演 給了好大安全感我 而幕後工作人員亦給空間 去應付一些比較大膽的劇情 而陳書因子 我演 尚可以表達到自己 同時亦有機會展現同自己 不同的一面 同場的張玉軒子在大銀幕欣賞電 更能感受到台前幕後所付出的努力 而拍天藍 透露自己是第一次演識這個面向的角色 至於 配慰則分享今次是人生當中的電影處女作 對 意義重大 香港亞洲電影節Half 2024 於10月17日至11月10日期間 百老會電影中心 Premiere Elements Movie Movie City Plaza Hallas IFC My Cinema Yoho Mall 以Cinema APM 及Gala Cinema舉行 今年Half為大家搜羅超過90 亞洲電影 包括入選康城 威尼斯及柏林等國際 展的精彩猛片工影迷欣賞 門票現已於戲院票 Commacinema.com.hk 及百老會院線手機應用程式公開發售 敬請把 欣賞精彩亞洲各地電影的機會 電影詳情介紹 參與網上節目小冊子 HTTBS 車線車線車線別 這車線Half 2024 Booklet 選擇 著成立 海和音響 排斥 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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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